各位畢業生大家好 我是碧聯會的主席 這次我們碧聯會成功邀請到神秘的百萬Youtuber 給予我們台北第七高中畢業祝福 他說這次想特別跟我們現場連線 請收到我們一下 是被組 啊!有了! 呃...哈嘍! 三、四、三、四、三、四、三、四 各位北七高中的同學你們好! 我還不忘記! 誰啊? 哇!現場也太有活力了吧! 啊!很榮幸能在這個場合祝福大家 在這裡我要送給各位同學一句話 你們不要再傳拍BA祝福的訊息給我啦! 不要再傳啦! 每天輪流寄給我是幫我當電子報是不是 哎呀我不是阿弟也不是阿嘎 我的名字是阿呦!阿呦! 放棄罐頭訊息之前查一下吧 然後稍微有點禮貌好不好 心裡面就只有一句 可以幫我們拍BA祝福影片嗎? 就他媽一句話而已 啊!啊!我連你是誰都不知道 好歹也署名一下 然後說喜歡看我的影片吧 而且我又不認識你們 也不是你們學校畢業的 到底祝福是有什麼意義啦 還是聽待了你們整整三年來 老師的祝福比較實在吧! 欸!既然你們真的要聽我的祝福齁 那我就用過來人的經驗 給你們分享一下啦! 欸!喂喂喂! 後面那個簽BA紀念冊的給我收起來啦! 沒看到我在祝福你們嗎? 反正畢業以後也不會翻第二遍了啦! 啊!旁邊那個衣服上簽一堆名字的 記得回去把它收好 不然你媽幾個月之後就會把它丟掉了啦! 還有那些到處找人自拍PO現動的 全班拍過一遍是在抽籍寶可夢喔! 你跟他有那麼熟嗎? 他媽那麼多年其實也沒講過幾句話 不用在最後那邊裝熟啦! 反正畢業以後也不可能再聯絡了啦! 然後喔! 班上的班隊趕快分一分啦! 你們不知道畢業以後分手的機率有多高嗎? 等到鬧翻喔! 同學會完不見完 倒不如現在見好就收! 有會快約有炮快打 有下一個美好的ending 啊!說到同學會喔! 只會越來越難揪啦! 千萬別當主揪! 不然一定會遇到 誰是誰有沒有來? 啊!他沒有要去那我也不去了 啊!他有去喔! 那我也不去了! 他媽一堆毛要約自己揪啦! 啊!最後剩下會來的齁 只有那些想展現自己變得多帥多正 或想炫耀學歷和薪水的愛性傢伙而已 啊!還有! 不要再畢業點你告白! 你! 對!第二排第三個! 手上那份告白先丟掉啦! 你只會被洗臉而已 這胖連你喜歡他都不知道 還告白有個丟啊! 倒不如去刷交友軟體比較快 現在上面最多的就是 嫌到沒事所有畢業生了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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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最後啦! 喜歡我的同學 請記得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阿優! 他媽不要再叫出我的名字啦!